二婚一定会比投婚好吗 据调查显示 二婚的离婚率高于投婚的50% 但是二婚要获好 就必须得突破以下三道坎 第一道坎就是关于经济问题了 二婚的夫妻在经济方面 达成统一彼此信任很难 因为二婚相对于彼此 一定有一些经济基础 没有人会把过去自己的努力 让对方来收割 即便愿意不可能做到亲其所有 第二道坎 交身不交心 当一个人的感情在一段感情当中 消耗了所剩无几时候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多少情感和热情 投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了 那么重组的家庭 这么多的都是大火火日子 就也不会把太多的心思 划在对方的身上了 如果你是特别缺爱的 心里还是会有些落差 最后一道坎 二婚永远要处理过去的关系 你的前妻 你的前夫 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如果不能够处理好前人的关系 也会影响出其感情的 对于双方没有性缘关系的孩子 虽然表面上做到是一碗水端平 但内心多少还是会计较和食 第三道坎呢就是变成了二婚过不好的女性杀手 如果你打算离婚 我建议呢 顺务而为之吧 因为二婚基本上都是会经历 这三道坎 我当然并不是说啊 一棍子呢 打死说 二婚一定就不会幸福啊 只是我想把这个现实呢 抛开了给你们看 提前给你们打一个防针 当你们觉得投婚过不好 想离婚了 又或者是呢 你已经离婚了 想二婚 你要思考的是能不能突破这样的坎 而不是这样 这谁也没有办法去保证 但是我认为 当一个人拥有了婚姻管理的技术啊 情感经营的能力 不管是投婚呢 还是二婚 我相信 你就会过得很辛苦的